寄给教育部长的信,是我帮妈妈写的 当时父亲脑中风病倒以后 妈妈想询问,爸爸是否可以领退休金 所以就寄这封信给教育部长 某部长军舰,九阳美名,知先生为人 宫中体国,爱民勤政,使国家之栋梁 教育界之目夺,毕人丈夫某某某先生 在教育界服务二十多年 并无时步,兢兢业业 以教育英才为荣 努力自修,以充实师之 遂于某某年,远赴台北深造 辞去教职 与某某某某年,取得硕士学位 起料世事变迁,尽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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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作困愁成,性于去年,经人人引戒 乃得于台北一机械公司,任临时日语讲师 三月起满,正于树桑南下 不幸脑中风,病倒 赐子悲囊北上,竟不幸车祸身亡 避人,黏痛两伤,悲痛欲绝 然,上亦女亦子,在大学,在就学,上须 照料 故忍痛之词,耐经济日渐拮据 而肤体未欲,举在度日 正愁思间,忽思及忽退休 今是否可以领退休金呢? 离职时四十七岁,已教书二十几年 若能得知诸之数,亦能解燃眉知己 请部长指点谢谢 写着封信的时候,我在读高中 那姐姐呢,在读师范大学 那妈妈在国小教书 当时的老师薪水一万多而已 跟现在四万四五万啊,差很多 那,以前老师算是很清贫的工作啊 那一家五口,当然 再加上中风病人啊,住医院啊,医药会什么 当时可没有什么健保啊 所以,经济拮据啊 那就希望,爸爸能够领到退休金 但二十几年,恐怕是年资不够 所以去问教育部长,得到的结果当然是不行啊 所以,爸爸退休金也没有领到 那,我们生活是很穷困的 还好啊,姐姐读那个师范大学啊 用,呃,吃穿都 吃穿住啊,都是公家给的 当年爸爸会在年纪那么大了 还去读研究所 应该是被设计的啦 因为当时的校长 好像是要,要把自己的亲戚弄进来 学校公立的国中 某某台南县某某公立国中啊 那就鼓励我爸爸去深造读研究所 那我爸爸想要申请在此进修 那校长就说,啊不用啦不用啦 你安啊,你回来就继续工作啊 那爸爸竟然相信啊 结果去读日文,某某大学的日文研究所 读了两年后回来 那个校长就不理他,说直缺 已经被某某人给占去了 现在没有直缺啊 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 爸爸去看肾结石啊 膀胱结石的病 结果要医药费要五百块啊 那当时的五百块好像不少 爸爸就没有钱 然后我记得我就在旁边啊 在这个柜台那边弄了好久 爸爸可能以为说只是抓个药 大概几百块就可以了 结果竟然要五百块 没想到看医生啊 到医院看病要这么贵啊 结果就没有五百块那么多啊 就困窘在那边 结果这时候爸爸 诶,突然间看到以前 学校那位校长 然后就拉着我的手 过去啊 把他拦下来 然后跟校长说 校长拜托啦 让我回去当老师可以吗 然后我记得那个校长好像比了一个 好像那个钱 那个一个圈圈 然后我爸爸说没有啊 现在你看病的五百块都没有 然后那个校长就抄那个外审口音说 那我不买你的账 就这个声音啊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那我不买你的账 走滚 就这样啊 那后来 爸爸就 到处去找工作 但后来就有人介绍 到台北 某某 这个很大的机械 机械公司 当讲日语的讲师 因为那家公司 都进口那个 日本的精密机械 那有很多 呃 机器啊 都是日本原文书 然后公司啊 就要我爸爸 翻译 三大本 这个 日本原文书 然后 还要我爸爸教那些员工日语 那等到 等到 等到爸爸把那三大本 日本原文书 翻译好 然后 把员工的日语也交好 以后三个月啊 就 呃 就把我爸爸 辞退了 说啊 你不试任啊 我们公司 不需要年纪这么大的人认识 那 爸爸就 很失望啊 因为 感觉上 根本就是被骗了嘛 因为 你翻译了厚厚的三大本书 就是 因为要翻译那三大本厚厚的日本原文书 爸爸才会病倒的嘛 那 结果爸爸 呃 被利用完 把那个书翻译好了以后 又把他们公司的职员 教好日语 以后 三个月 试用 说这三个月是 只是 试用期啊 然后就 就把我爸爸赶走 赶出 这个公司 所以爸爸在 在 在台北呢 就很伤心 结果就 在路中央啊 病倒 就脑中风啊 我爸爸是病倒在台北市啊 那 那我们也 我们到台北去 照顾爸爸也 也被医院赶走了 说你们 你们没钱啊 你们没钱 住什么医院 滚 啊 所以我们就被赶出台北市 那后来好不容易啊 才打听到 屏东县啊 基督教医院 也就是我之前有 有写的那一家 他们愿意啊 收容那个 家境贫寒的 这个 伤产的 癱瘓的 病人 所以就把爸爸 送到 屏东去了 所以老实说 我对台北 真的是 印象不是很好 我每天都在祈祷 大屯火山 赶快爆发 拜托拜托 但 老天也好像都不理我啊